綠色和平十多名成員在中環擺放兩個反核字樣模型 和一個2米高木製的反核電話亭 裏面放了一部無線電話 又在現場派發單張 上面印有反核聲明和環境局局長邱騰華 副局長潘傑和被書長辦公室的電話 呼籲市民以一人一電話方式打電話給環境局 要求局長邱騰華在星期五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宣布擱置增加輸入核電的計劃 其實我很想告訴副局長 盡快擱置增加核電的計劃 接電話的官員叫他留電話和留名 其實我們希望市民打到去會說 對核電的成本安全問題 或者核廢料污染問題都有顧慮 希望局長能夠擱置增加核電的計劃 轉移用其他方法 譬如發展可在新能源和節能去應對我們將來的能源需求 古惠木指官員有責任聆聽市民的意見 相信一人一電話行動不會影響環境局的正常運作 而綠色和平早前造價調查顯示 超過一半受訪市民認為 政府應該立即擱置在2020年 將核電供應比例由23%增加至5成的計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